人生也许难免会遇到灾难 重要的是从中学会避开灾难 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没有几个能像被业那样往远生存 我们都是普通人 评估我们自己和家人如何在灾难中生存 这是至关重要的 灾难之所以称为灾难 是因为绝大部分人会死去 如果想成为幸存者 我们普通人必须提前准备 在那多半事发突然 一旦发生 就像喀布尔机场追着飞机跑的人 无能为力 就像现在 传染病的疫情把世界隔离了两年 那么危害更大的核战 对世界的影响应该不会少于十年 无论迁徙还是定居下来 在牛逼的个人都无法独自生存 因为面对的不仅仅是天灾还有人祸 所以加入合适可靠的团队 能极大的增强自己的生存几率 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形成的 对于不具备战斗能力的中老年人 至少应该掌握一片 对团队有用的生存技能 面对核战这样的灾难 唯一的有效的生存法则 就是远离战斗区 最安全的地方是太平洋的小岛 就像加拉帕克斯群岛一样 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 还生活在那里 太平洋有几千个岛屿 分为三个大区 位于赤道附近的太平洋岛屿 地处热带 最有优势 最重要的一点是 长大十年的核污染 影响最小的地方就是这里 这里有自给自足 充足的食物和水 除了天灾还要应对人祸 尽可能尽早地参与当地人的生活 避免饶祸 就是选择文明程度比较高的道理 在班是 离中国最近的美国领土 有一万多中国人 长期居住在那里 相比于美国绿团 在班有一个 中加荣誉获得的移民身份 不同于美国本土 在班给买房的投资人 可以办理北马长期居留许可 五年以后可以申办绿塔 买房的投资额相当于美国 投资移民1.5的三分之一 大约15万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